用手指著車籠皮博坎掏空處 地方名代表示 原本農友都會從車籠皮引水灌溉 但近來因為博坎出現破洞 讓附近農田的灌溉水都會從這裡流失 農民是抱怨連連 這是我們的鹽水的牆壁 牆壁我們用五年五百億 我們這段紀念花20幾億 整年都是沒什麼樣做到 都蒸熟土地利益而已 包括我們這裡看得到 這個蟾我們這邊面比較高 所以已經都頭空了 都會進水過那邊 這處博坎破洞 除了造成農友不方便 地方名代還說 這博坎臨近萬峰派出所圍牆 名代也擔心如果再不修復 大雨一來 洪水可能會沖垮圍牆 造成更大的損失 我們十幾公尺 我們麻煩水利署來處理 他也說正確要把我們做起來 因為這博坎非常危險 包括派出旁 派出旁 接過地方通報 市府水利署會刊之後表示 因為博坎使用已久 加上破損地方將近有20公尺 因此預計新建新的博坎 一來兼顧灌溉排水 而這新博坎 也能夠讓附近居民更加有保障 記者賴秋風台中採訪報導